手游酷玩 右边的话是一片海洋 在浅滩区已经被我们用这个格栏给隔上了 还有很多充气的这些道具可以供汤姆猫的好朋友玩耍 同时这个位置可以选择进行赛艇对战 我们这个船是长枪骑士赛艇 其属性就不用多说了 也是属于在后期数一数二的初始属性的这种高速度的船 能力的话是撞击敌人船让敌人减速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超过它 身为长枪骑士利用手中的长矛将敌人的船顶班 但这个游戏其实是有第一步的 第一步的话就是汤姆猫的这个摩托艇 只有一条赛道也没有很多地图 然后就是一条道跑到黑 我们需要去躲避这些障碍物 而且游戏画质也是比较的低质量 跟这个二代相比完全就比较的坑啊 当二代出马 这个一代的话也就只能剩怀旧了 这个船的话也不同属性 而且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地图来使用 但其实你有这个长青赛顶的话 就基本上可以看作85%的无敌状态啊 如果是道具赛的话 我们推荐使用登陆鱼赛顶 这个是之前我使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赛顶 因为登陆鱼赛顶 初始速度的话属于中上 但它的能力比较逆天 吃上这个道具会有很大几率 大概80%左右获得潜艇 这个潜艇的话是可以让你在水下 无障碍通行一段时间跟在空中飞行是差不多的 然后会以更快的速度达到前边 如果你吃上三四个道具的话 基本上吃上四个有三个都是潜艇 那么这场比赛你肯定会赢 但潜艇是你需要保持在这个比较高的这个队列啊 如果你是排在最后的话 这个道具多让你的对手吃掉了 那么这个赛顶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而且像远处过来的这个他们游玩的逆向赛顶 咱们是不能碰的 还有这个土墩石墩 如果你撞的话这个船是比较轻的 是肯定会本身碎的 就期待这个科学怪人狗本 利用他的这个科技研发 能不能出一款新的赛顶啊 咱们再来最后一局 看看能不能获得第一名 如果胜利的话就可以解锁我们的 这个五把日常箱子 好 咱们这个竟然获得潜水艇了 你看这一波冲刺直接冲到了前面 他想超越我们 我们就用长枪赛顶的长矛 送他回赛顶修理场 那么这个游戏的话 我依然给出的是四星平价 中等偏上 这个糖果猫系列的游戏 目前都还是比较完善的 也都是非常好玩 穿过障碍卧 终点就在前方 千万不要着急 一定要慢慢来 那么本期游戏呢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不玩 我们也会为您带来更多 关于糖果猫家族的精彩故事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